儿子,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妈,你就和你老婆离婚,我没有她这样的儿媳。 妈,发生什么事了?你儿媳平时挺孝敬你的,昨天她才给你买了一个新衣服,你不是挺喜欢的吗?还夸她孝顺呢?今天怎么就翻脸了? 她的孝顺都是装出来的,今天早上我问她借五千块钱,她不但不拿给我,还把我的脸抓破了,气死我了,你要不和她离婚,你就别认我这个母亲了。 妈,我了解我老婆,她平时对你尊敬有加,怎么可能对你动手,这中间是不是有其他什么事? 这时候你还偏袒她,我的脸破了是假的吗?今天让她给我拿十万块钱出来,不然这事没完,我的脸要去医院检查。 妈,你先冷静点,你借钱有什么事?你需要用钱,怎么不给我说? 给你说有用吗?家里的钱是你老婆在管,我告诉你,今天你就把你的工资卡拿回来,以后别让她管家里面的钱了,你哥的房贷还不上了,着急的不行,我就想找你老婆借五千块钱,她死活不给我借。 我哥又要借钱,我可听我老婆说了,他之前陆陆续续已经给我哥借了三十万了,现在怎么又要借钱? 妈,你的工资卡也在我哥那里,你一个月工资三千多,可都是我哥自己在花,而你一直住在我这里,吃穿住行都是我老婆在操心,甚至吃药住院都是我老婆掏的钱,就这样我哥还要借钱。 那你哥要交房贷,他没有钱了,我总不能看着不管吧,就想着问你老婆借一下,谁知道他把我脸都挖破了,现在已经不是钱不钱的事了,是他对我动手了,这个兴致太恶劣了,让他拿出来十万块钱,不然这事我不愿意。 妈,这是我也要问问我老婆,如果他真的对你动手了,我肯定也不愿意,必须让他给你一个交代。 很快儿子找到了老婆。 老婆,我母亲今天是不是来找你借钱了? 怎么了,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吗? 不是,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,我也知道我母亲是什么样的人,所以我母亲说的话我不全信,我只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我母亲说话爱添油加醋,她说的话我只能信三成,但是我母亲的脸确实破了,所以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,难道我母亲的脸真是你抓破的? 你知道你母亲今天过来要干嘛吗? 她过来不是要借钱吗? 她说我哥要交房贷,想借五千块钱。 借五千块钱?你也太小看你母亲了,她今天过来想问我要房产证,想让我把房子抵押出去,给你哥做生意筹钱,我没有同意。 接着她就想问我借五万块钱,我当然也不可能同意,因为之前你哥陆陆续续借了咱们三十多万,一直都没有还。 但是你母亲不肯罢休,一直在和我讨价还价,直到最后只借五千块钱,我还是没有同意。 你母亲生气要上来打我,我反抗的时候不小心给她抓破的,这一下不得了,她问我要十万块钱。 原来是这样,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母亲动手的,我母亲确实太过分了。 老公,这以后怎么办啊,我也想做一个好儿媳,结婚以后我把你母亲当成亲妈一样,甚至比对我母亲都好。 可是你母亲嘴上说我是好儿媳,背后却诋毁我,表面和我一条心,也是为了从我这拿钱,我这次没有拿钱,她就翻脸了。 我不敢再回家了,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母亲,你要真为了我好,咱们就离开这,去其他城市生活吧。 咱们可以去其他城市生活,前提是,咱们要把钱要回来,三十万也不是小数目了,这个钱我不能白给我哥。 我为什么不敢再给你哥借钱,因为我知道你哥根本不会还钱,所以这三十万咱们当作扔了吧。 不行,想办法也要要回来,这是咱们多年的积蓄,怎么能这么算了? 那我不敢回家了,你自己回去和她说吧,我怕你母亲。 不用怕,有我在呢,我会保护你的。 就这样两人一起回了家。 你还敢回来,我告诉你,今天你不拿出来十万块钱这是没完。 妈,这件事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,是你要打我老婆,她不小心碰到你的脸了。 什么她不小心,她就是故意的,我什么时候要打她了,是她上来直接抓我脸。 妈,咱们家里面有监控,用不用我把监控调出来给你看一下。 听到有监控,母亲瞬间不说话了。 妈,我哥到底做的什么生意,只见往里投钱,不见往回收钱,这也借了我三十万块钱了。 还什么钱,你们现在又不是没有钱用,这三十万就先给你哥用着。 还有你哥房贷快逾期了,你赶紧给他交了。 房贷我交不了,母亲,我跟你说实话,在我哥还钱之前,我不可能再给我哥借钱了,交房贷让他自己想办法。 交不了你也要交,你哥是失信人,这房子是落在你的名下的,房贷也是在你的名下。 你要不交房贷,到时候银行找的是你。 妈,我看这个意思是我哥根本就没有打算还钱,反而还想继续问我们借钱花,是吗? 是又怎么了?我就明摆着告诉你,你哥就没有打算还钱,你哥就是想还钱,我也不会让他还的。 你们哥俩是一家的,你的钱就是他的钱,你老婆才是外人你知道吗? 老公,大不了咱们不要这个钱了,我都说了,你哥肯定不会还这个钱的,咱们要了也白要。 不行,这个钱必须收回来,咱们先进房子,我有办法收拾他们。 老公,你有什么办法呀? 我准备直接把我哥的婚房卖了,他的房子应该可以卖八十万,除掉五十万的贷款,咱们刚好可以落三十万。 老公,这样能行吗?这样就和你哥彻底闹翻了,你母亲也不会愿意的。 他们愿不愿意没有用,这房子是在我的名下,这都是他们自作自受,怪不得我。 老婆,你先回娘家,这两个月我就专门办这件事。 两个月以后,老公把自己的房子和哥哥的房子都卖了。 儿子,你怎么能把你哥的房子卖了?你这干的是人是吗? 我干什么了?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钱,有什么问题吗? 你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呀,再怎么样,你也不能卖你哥的婚房呀。 这是你大哥多年的积蓄呀,现在你嫂子要和他离婚,都已经回娘家,不回来了。 你现在上哪去了?今天怎么有个人说要来收房子,要让我搬出去? 我的房子我也已经卖了,我和我老婆准备换个城市生活。 你怎么能这样干?我和你哥都没有住的地方,你是让我们流落街头吗? 妈,你和我哥住到哪我就管不着了,这是你们自作自受。 儿子此时已经和老婆离开了这座城市,往后一家人过得幸福美满,你们支持儿子的做法吗?